原标题母女同窗读研学声乐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传开一件句式来自湖南的一对母女在此同窗读研都是声乐专业 去年秋生于1964年的周亚松走进该院成为2016级研究生 今秋她的女儿无忧来笑报道当上了妈妈的学妹 两人同住一栋学生宿舍53岁的妈妈住一楼90后的女儿住五楼 无忧风趣地告诉记者妈妈学习很勤奋 虽然住在一起我们也不能天天约饭 不过我争取每天下楼时经过她的寝室 周亚松热爱音乐喜欢唱歌而无忧从小学习舞蹈钢琴 她便坚持伴随女儿学习 两人还会一起跳舞演奏四首联弹 尽管周亚松年轻时未能进入与艺术相关的学校学习 但爱好多年未变 2013年大学毕业的吴游在工作几年后 去年决定考研 周亚松鼓励自己充实梦想 与女儿一起报考艺术专业 她做好了心理准备 即使一次考不上也要接着再考 谁知她去年一次便考上了 女儿却考研失利于今年考上 在网上看到录取信息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也很高兴自己的梦想实现了 周亚松笑颜 亲戚朋友很惊讶 自己的决心与结果对他们触动很大 不过之前她觉得考研难 这一年来觉得读研更难 不 仅要消化老师讲授的内容 还要安排好自己选择的课程 周亚松的同窗门几乎都是90后 平时她有时要不懂的地方 都会向年轻人请教 她认为90后积极向上 有很多地方值得自己学习 这一年的学习带给她的熏陶变化非常大 平时她还积极参加各种比赛 在她看来 即使有时比赛结果不如意 但这些失败都是必要的经历 更能让人沉下心来打磨自己 促使自己进步 妈妈很乐观 也很有自信 对于想做的事情都会努力去尝试 而我的性格相对内向一些 我在学习上很受妈妈的影响 她无论遇到时要困难都会坚持 这一点很鼓舞我 无忧说 妈妈还时常听一听自己唱歌 针对其中的问题给出艺术上的意见 作为学姐的周雅松 则认为女儿太谦虚了 两人在学习上其实是相互帮助 相互学习的 在考研的时候 英语对我来说是一大障碍 但女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与支持 两人一起备考学习资料共享 在学习内容上交流探讨 周雅松说女儿比较有主见 自己在参加不同类型比赛的选取问题上 也会询问女儿的意见 同窗读演的母女两对未来有何打算 无忧表示自己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音乐教师 周雅松说他会考虑继续读博 同时 希望通过开设公益课 参加公益演出等方式回报社会 也将自己乐观积极的心态传递给四方 告诉大家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自己愿意就能做很多事 心之所向随时都能扬帆起行 责任编辑 张玉